这个是同学在绞交作业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一开始他没有留意到completion时间长度 结果等动画完成之后呢才发现动画时间过短 那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透过关键额的缩放 这个部分可以搭配一些AE常用的快速键 会比较方便做调整 第二个呢就是搭配enable time remain 这个方法就是可以直接enable之后 就让他把原本的convention动画的速度 播放的时间重新对应到新的时间点上 我们来看看第一种 透过关键一个缩放的方式 来做影片速度调整的这个部分 以这个案例来说 convention里面呢 只有1秒15格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10秒钟 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把所有图层选起来 按下键盘上的U 这个时候呢 场景上的图层 只要有设定到关键格的 通通会列出来 我们把时间车先缩放到最长 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我们先把时间车拉到最后面 将所有的图层延伸 这里可以按Alt加右边的重括号 就能够自动把图层延伸到第10秒 接着我们把所有的关键格选起来 按下Alt拖曳 这些关键格 这样子呢 就可以依照等比的方式 来将原本的动画做一个延伸 第二种方式是使用enable time remapping 这个方式呢 只要将现有的completion 把它加入一个新的completion里面 那么再将这个completion的图层 设为enable time remapping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来试看看 把这个completion加入到一个新的completion里面 将completion的时间 我们一样设为10秒钟 接着把completion的时间轴放大 在图层上面按右键 Time enable time remapping 接着回到时间轴的最后面 按下Alt加右边的中括号 把整个时间轴延长 那把最后一个关键格 拉到时间点的最后面 这样原本只有1秒15个的动画 就自动延伸为10秒钟 再次我们下一个视频 在红色上